3月5日中午 杨幂现身香港机场 只见她身穿卫衣打底裤搭配牛仔外套 非常休闲时尚 私人行程出行的她口罩帽子颜面 十分低调 但没想到一出机场 便被港媒围堵拍照 大秘密只能低头快步离开 这是杨幂离婚后首次被拍到现身香港 媒体全都非常激动的上前拍照问问题 但是大秘密全程低着头 拒绝访问 原本就是私人行程却被媒体围堵 实在是有些不妥了 杨幂今日还带着经纪人一起前往香港 在经纪人的陪同下 杨幂一言不发 低头离开 上车后 媒体依旧在车旁拍照不愿离开 杨幂只能低头眼面 躲避镜头 粉丝看着都十分心酸 纷纷留言表示 麻烦给一点私人空间 人家去看女儿怎么了 句号 杨幂近日新电影刚刚杀青 又马上投入到某综艺的录制 非常的忙碌 但是这中间还抽时间返回香港看女儿 真的非常辛苦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7日 杨幂就已经秘密返港了 当时她只伸前往 十分低调 隔天便又马上离开去工作 当时现身机场的她勾搂着杯 非常疲惫的样子 今日在机场 杨幂也是面露疲惫 黑眼圈明显 还不时的用手揉搓眼睛 显然是没有休息好 杨幂这一周内连续抽出两次时间返港 难道真是向港媒所说的要开始和刘凯威争夺小糯米的抚养权了吗 据悉 刘凯威的爸爸刘丹为了争取孙女的抚养权 特意向TVB申请减少工作量 多陪小糯米 近日港媒又爆出杨幂新系女儿 有意要和刘凯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此次 杨幂在繁忙的工作形成间隙还要多次返港 似乎不单单只是陪女儿这么简单啊 之前有疑似杨幂的朋友圈曝光 杨幂对小糯米的爱只是没有表达出来 作为母亲 她一定是最爱女儿的那一个 所以要争取抚养权也是情理之中 小糯米从小就由爷爷奶奶带大 刘丹更是为了孙女减少工作量 你们觉得杨幂争夺抚养权能够成功吗 杨幂的爆款地位很多人都会认可 而且还有不少女星争相模仿她的穿搭 有一个人前段时间火热的厉害 就因为一件事和杨幂拉上了关系 她就是王欧 不得不说王欧衣品是很不错 和杨幂的品味很像哦 不仅撞衫 还撞包包了 均绿肥腿裤 休闲中戴俏皮 黑凉鞋露出白脚趾 更显诱惑 王欧和杨幂撞衫同款连帽卫衣 两人同时选择了那大黑色T恤 不过 杨幂下面搭配短裤和球鞋 露出大长腿 配戴彩色墨镜 炫酷又性感 而王欧则搭配黑色运动裤 显得舒适休闲 PS 这款卫衣柳凯威也有欧阳幂一身 Michael Kors Collection 迈克科尔斯 2016秋冬系列印花套装 搭配黑色Maya系列链条手包 和一字戴高跟鞋 亮相Michael Kors Collection 迈克科尔斯 2017春季系列时装秀 侧分卷法搭配红唇 妩媚动人 整体look极具层次感 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连配饰都充满了小心机 全身散发出女人未美得不得了 同样是牛仔背带裤 杨幂内搭黑色路肩长T 一边肩带掉下 Badgirl嘻哈风 王欧则内搭白色T恤 显得清爽宜人 十分简零 简约的高领针之衫搭配上一款高腰休闲小白裤 外搭一款涉皮元素的Oversize大衣 整个look简约又吸睛 或者是一款大衣也OK 时尚的不要不要的同样是皮衣 杨幂的Gucci骨池内搭印花T恤 下面搭配皮裙 卷发披肩 时髦又风情 少女感十足 王欧则内搭蓝色透视装 戏码搭配黑色紧身裤 干练之性 散发成熟女人魅力扬密头发简短了 更像少女 而如今的她 孩子都快两岁了 穿着粉色衣字领连衣裙 乖巧甜美的样子 淑女又性感 透着优雅迷人的气质 结婚生完孩子后的杨幂 穿衣风格改变了不少 越来越美 越来越清新 同样是大红色脸体裤 杨幂头戴贝蕾帽 领口的蝴蝶结 大卷发披肩 搭配红唇 复古又充满俏皮感 王欧则简约干练 同时女人味十足 点 拿出流行了一整年的阔脚裤 穿搭得当的话 看上去及时瘦了三千克也不成问题 善用你的阔脚裤 达到你理想中的身形吧 牛仔布料的阔脚裤感觉休闲 穿一双Jimmy True Jimmy 周高跟鞋 整个造型很适合平时外出时穿着 同样一款小香包 杨幂均绿色大衣内搭白T恤 背红色小香包 大丸状色 显得活力感满满 温暖又时髦 王欧则穿卡漆色夹克 搭配白色小香包 性冷淡风的配色 干净清爽 谢谢